人会体会到舒适的利益 并逐渐习惯无肉饮食之后 相信假以时日 他们也会成为素食者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赌宋 大方广佛华严经 普贤恨怨品 唐继兵国三藏 窝惹奉赵义 有父世人 灵命忠实 最后刹那 一切诸根 息皆散坏 一切亲属 息皆舍离 一切威士 息皆退失 辅向大臣 功臣内外 向马居称 珍宝福藏 如是一切 不互相随 为此愿望 不相舍离 于一切时 引导其前 一刹那中 即得往生 极乐世界 道矣 即见阿弥陀佛 文殊施利菩萨 普贤菩萨 观自在菩萨 弥勒菩萨等 此诸菩萨 色相端严 功德具足 所共围绕 其人自见 生莲花中 蒙佛受祭 得受祭 今于无数百千万亿 纳犹他节 普于十方 不可说不可说世界 以智慧力 随众身心 而为利益 不久当作菩提道场 降伏魔君 承等正觉 转妙法轮 能令佛刹 即为陈述世界众生 发菩提心 随其更性 教化成熟 乃至近于未来解海 广能利益一切众生 圣男子 笔诸众生 若闻 若信此大愿亡 受持独诵 广为人说 所有功德 除佛是真 于无知者 事故如等闻此愿亡 陌生一念 应当递寿 寿以能读 读以能诵 诵以能词 乃至书写 广为人说 事诸人等 于一念中 所有恨愿皆得成就 所获福聚 无量无边 能于烦恼大苦海中 八计众生 令其出离 皆得往生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而时 普贤菩萨摩赫萨 欲重宣此意 普观十方 而说计言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是一切人师子 我已清净身与义 一切片里尽无余 普贤恨愿 微神礼 普贤一切如来前 一身复献 差成身 一一片里 差成佛 于义成中 成数佛 各处菩萨 众会中 无尽把戒成毅然 深信诸佛皆充满 各已一切阴身海 普出无尽妙言词 尽于未来一切节 赞佛圣身功德海 以诸最圣妙花满 祭月涂香及散盖 如是最圣庄严聚 我已供养诸如来 最圣衣服 最圣香 墨香烧香与灯竹 以皆如妙高聚 我惜供养诸如来 我已广大圣解心 深信一切三是佛 心以普贤恨愿力 普遍供养诸如来 我惜所造诸恶业 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生与义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十方一切诸重生 二称有学及无学 一切如来与菩萨 所有功德皆随喜 十方所有世间灯 最初成就菩提者 我今一切皆劝请 转于无上妙法轮 诸佛若欲视涅盘 我惜至诚而劝请 唯愿久诸差成节 利乐一切诸众生 所有礼赞供养福 请佛注释转法轮 随喜忏悔诸善根 回向众生及佛道 我随一切如来学 修习普贤圆满行 供养过去诸如来 给予现在十方佛 未来一切天人师 一切意要皆圆满 我愿补随三世学 速得成就大菩提 所有十方一切差 广大清静妙庄严 众会围绕诸如来 吸在菩提树王下 十方所有诸众生 愿离忧患长安乐 获得圣身正法力 灭除烦恼尽无余 我为菩提修行时 一切去终成宿命 常得出家修境界 无垢无破无穿漏 天龙夜叉揪盘图 乃至人与非人等 所有一切众生语 习以诸音而说法 勤修千尽菩萝蜜 恨不忘失菩提心 灭除丈构无有余 一切妙行皆成就 余诸获叶即磨尽 世间道中得解脱 犹如莲花不着水 亦如日月不住空 悉除一切恶道苦 等于一切群生乐 如是金鱼叉成节 十方利益恒无尽 我常随顺诸众生 尽于未来一切节 恒修普贤广大行 圆满无上大菩提 所有与我同行者 与一切处同集会 深口一夜皆同等 一切行愿同修学 所有亦我善知识 为我显示普贤行 常愿与我同集会 与我常生欢喜心 愿常面见诸如来 其诸佛子众围绕 与彼皆心广大共 尽未来节无疲宴 愿持诸佛为妙法 光显一切菩提行 究竟清静普贤道 尽未来节常休息 我与一切诸有中 所修福质恒无尽 定会方便及解脱 或诸无尽功德藏 一城中有城数差 一一差有南思佛 一一佛处众会中 我见横眼菩提行 普进十方诸岔海 一一矛端三世海 佛海及与国土海 我偏修行经节海 一切如来与清静 一言俱众阴生海 随诸众生亦要阴 一一流佛便采海 三世一切诸如来 与彼无尽与沿海 横转里去妙法轮 我生智力普能入 我能深入于未来 尽一切节唯一念 三世所有一切节 唯一念祭我接入 我与一念见三世 所有一切仁师子 一常入佛境界中 如患解脱及威力 与一矛端及围中 出现三世庄严差 十方成差珠矛端 我皆深入而严静 所有未来造势灯 成道转法物群有 究竟不是世涅槃 我皆往一而清静 素极周片神通力 普门片入大乘力 智行普修功德力 微神普父大慈力 骗尽庄严圣福力 无浊无一智慧力 定会方便诸威力 普能积极菩提力 亲近一切善业力 催灭一切烦恼力 降伏一切诸魔力 圆满普贤诸行力 普能沿近诸岔海 解脱一切众生海 善能分别诸繁海 能胜深入智慧海 普能清静诸行海 圆满一切诸愿海 清静供养诸佛海 修行无倦经节海 三世一切诸如来 最圣菩提诸行愿 我皆供养圆满修 以普贤行物菩提 一切如来有长子 比明昊曰普贤尊 我今回向诸善根 愿诸至行西同比 愿身口亦恒清静 诸行差土亦复燃 如是智慧好普贤 愿我与比皆同等 我为骗尽普贤行 文书施力诸大愿 满笔事业尽无余 未来季节恒无倦 我所修行无有量 获得无量诸功德 安住无量诸行中 了达一切神通力 文书施力勇猛志 古贤慧行亦复燃 我今回向诸善根 随比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探 如是最圣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为得古贤书圣行 愿我领域命中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既得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圆满尽无余 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慧显清净 我时余圣莲花生 清赌如来无量光 现前受我菩提记 蒙笔如来受记忆 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骗十方 鼓励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究竟恒无尽 十方所有无边差 庄严重宝供如来 最圣安乐施天人 今已怯插为晨节 若人于此圣愿亡 一经于耳能生性 求圣菩提心可养 获胜功德过于比 其常远离二之世 永离一切诸恶道 速见如来无量光 据此普贤最圣愿 此人善得圣寿命 此人善来人终生 此人不久当成就 如比普贤菩萨行 往昔犹无智慧力 所造极恶五无间 送此普贤大愿亡 以念素极皆消灭 足性种类极容色 向好智慧显圆满 竹膜外道不能催 堪为三界所应供 肃益菩提大树王 坐以降伏诸魔众 承等正觉转法轮 苦力一切诸函事 若人于此普贤愿 独送受持极眼说 果报为佛能证知 决定获胜菩提道 若人送此普贤愿 我说少分之善根 一念一切西街缘 成就众生亲近愿 我此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苦愿成逆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伯差 而时普贤菩萨摩赫萨 于如来前 说辞普贤广大愿望 清净既已 善才童子 勇跃无量 一切菩萨皆大欢喜 如来赞言 善哉善哉 而时 世尊与诸圣者 菩萨摩赫萨 眼说如是不可思议 解脱境界圣法门时 问书施利菩萨而为上手 诸大菩萨 即所成熟六千比丘 弥勒菩萨而为上手 衔接一切诸大菩萨 无垢补贤菩萨而为上手 一身补处助灌顶位诸大菩萨 及于十方种种世界 普来即会一切岔海 即为成数诸菩萨摩赫萨众 大致舍利佛 摩赫木箭连等 而为上手 诸大声闻 并诸人 天 一切诗主 天 龙 叶叉 前踏婆 阿修罗 加罗罗 锦纳罗 摩侯罗伽 人 非人等 一切大众 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 信受奉行 大方广 佛华言经 普贤恨愿品 大方广 菩提之道 法会菩萨言 佛子 菩萨摩赫萨 修梵行时 应以实法 而为所缘 作意观察 所谓 身 身业 与 雨业 亦 亦业 佛 佛 法 身 戒 应如是观 为身是犯行也 乃至戒是犯行也 若身是犯行者 当之犯行 则为非善 则为非法 则为浑浊 则为臭恶 则为不敬 则为可厌 则为违逆 则为杂染 则为死尸 则为重聚 若身业是犯行者 犯行则是行柱坐卧 左右顾世 屈身抚养 若雨是犯行者 犯行则是阴身风袭 唇舌喉吻 普纳意纵 高低清拙 若雨业是犯行者 犯行则是起居问训 略说 广说 欲说 直说 赞说 悔说 安利说 随俗说 闲了说 若雨是犯行者 犯行则应是绝 是观 是分别 是种种分别 是意念 是种种意念 是思维 是种种思维 是幻术 是绵梦 若一夜是犯行者 当知犯行则是思想 寒热 饥渴 苦乐 忧喜 若佛是犯行者 为色是佛爷 受是佛爷 想是佛爷 行是佛爷 事是佛爷 为相是佛爷 好是佛爷 神通是佛爷 夜行是佛爷 果报是佛爷 若法是犯行者 为极灭是法爷 涅槃是法爷 不生是法爷 不起是法爷 不可说是佛爷 无分别是法爷 无所行是法爷 不合集是法爷 不随顺是法爷 无所得是法爷 若生是犯行者 为预留相是僧爷 预留果是僧爷 一来相是僧爷 一来果是僧爷 不还相是僧爷 不还果是僧爷 阿罗汉相是僧爷 阿罗汉果是僧爷 三明是僧爷 六通是僧爷 若借是犯行者 为坛场是戒爷 文清静是戒爷 教威仪是戒爷 三说结魔是戒爷 和尚是戒爷 阿舍利是戒爷 替法是戒爷 浊加沙依是戒爷 启师是戒爷 正命是戒爷 如是观矣 于生无所取 于修无所拙 于法无所住 过去已灭 未来未至 现在空急 无作业者 无受报者 此事不移动 彼是不改变 此中合法 名为犯行 犯行从何处来 谁知所有 体为是谁 由谁而做 为是有 为是无 为是色 为悲色 为是寿 为悲寿 为是想 为悲想 为是行 为悲行 为是事 为悲事 如是观察 犯行 犯行法不可 不可得 三世法 皆空极 故 义无取着 故 心无障碍 故 所行 无二 故 方便 自在 故 受无相法 故 观无相 法 故 知佛法 平等 故 据一切佛法 故 如是名为 情境犯行 父应修习 十种法 何者为实 所谓 处非处制 过现未来 夜报制 诸禅解脱 三昧制 诸根胜裂制 种种解制 种种戒制 一切至处道制 天也无碍制 宿命无碍制 永断习气制 于如来实力 一一观察 一一立中 有无量意 吸引滋问 闻以 应起大慈悲心 观察众生 而不舍离 思维诸法 无有修习 行无上业 不求果报 了知境界如患 如梦 如影 如想 亦如变化 若诸菩萨 能与如是观形相应 于诸法中 不生二解 一切佛法 即得现前 出发心时 即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知一切法 即心自信 成就会生 不由他悟 大方广佛华言经 泛行品 佛法浩瀚无牙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涌跃 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互名中华印经协会 扫博 种福田 明朝 目送龙境丁卯年 在寒州 有一位名叫 韩世能的人 有一天晚上 韩世能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 金甲神 怎么回事 难道已经天亮了吗 金甲神 韩世能 你不要害怕 我是来向你道喜的 金甲神 我有什么喜事啊 你当想一品官位的荣露 难道这还不是 可喜可贺的事情吗 想一品官位的荣露 金甲神 我何以由此福报呢 哈哈哈哈 金甲神听后 笑着说出了一段功德善行 这事还得从韩世能的祖父 韩永春说起 韩世能的祖父 韩永春 家境贫寒 他虽然十分缺钱 但是却喜欢放生 每天清晨起来 他必定会拿着扫柱 把屋前靠小溪的两岸的螺丝 放入水中 以免被人踩踏山寒 今天又爬上来不少啊 你们还是快回到溪水里吧 爬到岸上的话 很容易被人踩到的 有时候 韩永春还会忍着精力 清扫十余里路 被他放生的螺丝 更是无可计算 韩永春 你这是在做什么 是啊 别人大清早的 都打扫自己门前 你怎么扫到这里来了 嘿嘿 我这是在做善事放生呢 放生 拿着扫柱放生 你们看 这些螺丝都爬到岸上来了 这样很容易被人踩到 伤害他们的性命 所以我每天早晨 都会用扫把 把他们扫回溪水里 你也太无聊了吧 行啊 你继续做善事吧 我们就不耽误你放生了 这个韩永春实在是太傻了 还做善事放生 自己连饭都吃不饱了 还顾得上那些爬上岸的螺丝 可不是嘛 放生螺丝这种事 也只有他这样的傻子 才做得出来 对于这样类似的冷嘲热讽 韩永春一概都忍耐着 他只觉得自己认为做对了就好 至于他人的鸡瓶 大可不必理会 何况他总觉得 当他把数以百计的螺丝 放生到西河里时 自然而然就感到快乐无比 这种快乐 诚然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 你的祖父乐子不疲 已经做了四十余年 所以累贷可得贵险 因得也就必因到你身上 原来是这样啊 金甲神 难道这只是一个梦吗 自从做了这个梦好 韩世能更加自立 果然日后官制一品 初是朝鲜 后是子孙 皆享显贵 当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 即使有再多的钱财 再高的学位 也无法买到一分钟的生命 即使是一只小生命 我们也无能为力让他死而复活 所以在生命活着的时候 就应该多多珍惜 让一切生命都能享受自由和快乐 保护他们 不再让一切生命受到任何的伤害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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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